当地时间昨天下午3点47分 一艘客轮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黑山面临界海域触礁 据了解 该客轮上158名乘客和5名工作人员已全部获救 初步报告显示 因触礁产生剧烈晃动和船体倾斜 事故造成6人受轻伤 所幸未发现有人重伤或死亡 事故发生后 青瓦台立即启动国家危机管理中心应对该事故 海警展开大规模救援 据悉 事发时海上有浓雾 该客轮是为了避免撞上一艘渔船 才被迫偏离航线 导致船底触销的 该客轮发生事故的地区距离2014年韩国四月号沉船的地点不远